我想问一个问题 那就是中国当初给世界的承诺 我们兑现了多少 中国在WTO这个整体的履行承诺上 我们已经宣告了 我们履行了我们的承诺 但是呢可能有部分国家 他还会对你有些问题上 认为说这个是不公平 因为现在主要中国在WTO 目前面临的一个 所谓来自的攻击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美国人和西方人 有一些关系认为 包括日本 说我当时定的规则 被你抓了空子 你是答应了 但是我吃了亏了 那这个事呢 你要我从老百姓的话讲 你找谁去 规则是你定的 找谁说去 说理去 那我不理解他什么样的规则 他认为是被中国赚了便宜 他们自己吃亏了 具体是哪些 你比如说对特殊和差别待遇 这个问题 吵得最凶的这两年 就是讲这个特殊不行 你不能自己说自己发展国家 按照美国的说法 你现在已经不是发展中国家了 但是呢 你要看你从哪个角度的说 看 你从人 你从绝对GDP总量 那你肯定啊 你这个全球第二吧 但你从人均来讲呢 你现在目前是这个 所以14亿 14亿 是个状态 所以说你相当于说 为什么我讲 你去看全球现在 比较人均收入高的国家 其实都是比较小国 比较多 比如卢森堡 人均收入最高 新加坡人均收入高 国家小 人口少 当初的标准呢 是按照过去传统的国际贸易 和中国在当初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 给你一个过渡的这样一个过程 但是呢 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就刚才讲到 宜狼共舞 我一直在讲 就是中国过去 这个陆世的20年 看上去是中国宜狼共舞当中 出现了一个奇迹般的 能够把狼这样的挑战都制服住了 实际上我要强调的 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跟狼在正面的竞争 而我们融入了全球化以后呢 我们是把狼引进来 然后呢 我们跟他进行了一个国际分工 引狼入室吗 对 引狼入室 用狼来竞争狼的技术 没有进来的 到中国来的 他享受不了性价比的优势 但是品牌和技术 恰恰还是今天啊 这个跨国企业 在中国的跨国企业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那这样的话呢 国际的贸易 完全被一个全球化的 刚才张老师讲的 一个价值链的新贸易的形式 会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 于是呢 就出现了美国 在这样一个新贸易的格局当中 他感觉到 这个地位不对了 我们上海的两位嘉宾的 这个观点的总结起来 就是我们中国经历了20年 当然我们在不断的发展 然后呢 那些外部世界 看到一个发展的中国啊 还觉得心里有点不爽 因此呢 不断的来对你提出 各种各样的挑战 那么张老师我也请问你啊 您怎么看 中国其实是履行加入世贸协定的一个模范国家 那么如果要打分的话 是可以打A加的 那么我这个打分呢 也不是我个人的主观打分 我是引用了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长拉米先生的打分 他也不是凭口而讲 因为呢就是世界贸易组织每隔两年呢 都要对就是他的成员啊 履行加入世贸的协议议定书的执行情况 去进行评估的 中国不仅是把我们的承诺已经履行了 而且呢就是我们最近这几年 中国希望通过新轮的改革开放 扩大开放 来推动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战略的实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